俄乌开打一年多以来 虽然西方世界忌惮于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 不敢直接下场 但是西方世界心中总有一个迷思 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 在经济总量上是俄罗斯的几十倍之多 他们还拥有着美元这个全球通用货币 所以他们颇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俄罗斯彻底给打垮 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 就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 盼着苏联内部经济崩溃 庞大帝国自然解体 尤其是相比于当年的美苏冷战 今天西方世界在经济层面上 对俄罗斯绝对是碾压般的存在 所以开战一个多月之后 美西方就祭出了上万项的经济制裁手段 似乎用这样的软刀子 就能彻底给俄罗斯放血 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可是一年多后的今天 俄罗斯经济崩溃了吗 不但没有 甚至俄罗斯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 还和战前一样 连所谓的战时经济都没有开启呢 俄罗斯的军队或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 可是俄罗斯的经济 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强大的多的多 就在不久之前 俄罗斯相关部门公布了2022年的经济数据 2021年的时候俄罗斯经济成长超过5% 2022年的时候俄罗斯经济成长为负的2.1% 光看这两个数字 我们可能觉得俄罗斯真的经济衰退了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2022年全年一方面 俄罗斯经济遭遇到了西方世界猛烈的制裁 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在打仗啊 俄罗斯有大量的士兵进入到了乌克兰 俄罗斯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炮弹导弹 可即便这样 俄罗斯2022年全年的经济成长 也不过降低了2%左右 这个数字真是出乎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尤其是普京总统前两天还发表演讲说 他预计啊 2023年全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就会转正 哪怕是0.5%的增长也预示着俄罗斯安然度过了西方世界的制裁 甚至普京讲到2023年年终俄罗斯预计通货膨胀可以控制在4%以内 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两年遭遇到了史上最罕见的大通胀 今天美国CPI指数还高达6% 英国的CPI指数已经超过10% 波罗的海三国的通胀指数更是超过了20% 是的 光看通胀数字 我们简直判断不出到底谁在打仗 以往一个国家进入到战时之后 往往会出现物价飙升 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窘向 可是今天的俄罗斯几乎没有这样的状态 虽然对乌克兰的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虽然西方世界上万项经济制裁还在生效 可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奇迹般的挺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 就是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经济控制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去年二月 俄乌刚刚开打之后 很多人都说 美国只要动用所谓经济核弹 把俄罗斯剔除Swift的系统 那么俄罗斯经济就会瞬间崩溃 尤其是过去这些年 西方的商品大量充斥俄罗斯市场 而俄罗斯唯一赚钱的途径呢 就是把它的能源卖出去 所以有人说只要美西方斩断和俄罗斯的经济往来 我的商品不卖给你 我不买你的能源 与此同时呢 由于我控制了美元 所以我可以长臂管辖 像特朗普时代制裁伊朗那样 美国只要一声令下去 伊朗的石油出口 马上降到了平时的十分之一 所以由于美国有美元这样一个强大的武器 它可以长臂管辖 它可以分分钟把俄罗斯的经济搞崩溃 然而美国的经济 西方的势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 美国去制裁伊朗 或许可以使伊朗的收入大大降低 可是美国制裁俄罗斯 确实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被动 但是并未能伤其筋骨 尤其是俄罗斯其实早就做准备了 九年之前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西方世界实际上就开始制裁俄罗斯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就在做准备 什么样的准备呢 把手中的美债通通抛出去 在外汇储备的结构上 大大的减少美元而增加欧元 甚至俄罗斯跟整个欧洲世界提出过这样的请求 能不能以后把卖给欧洲的石油天然气 通通用欧元来结算 按道理讲 这个事对欧洲是个好事啊 长久以来欧洲各国都特别希望扩大欧元的使用范围 使得欧元能够获得与美元比肩的地位 而俄罗斯作为能源售卖者 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欧洲各国明显是有利的 用你自己印出来的钞票去买能源 比用美元呢当然强得多呀 可是欧洲各国迫于美国的压力 当然没有实现 但是与此同时 俄罗斯央行和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 确实把大量的美债抛出去了 增加了其他外币和黄金的储备 这使得当美国开始制裁俄罗斯之时呢 它的力度要大大减少 今天全球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时候 都不得不使用美元 这给了美元至高无上的地位 也使得美国获得了一个 可以轻松制裁他国的机会 但是很显然经由俄乌战争 我们看到了美国制裁的实力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 而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的经济也不像我们想象般弱小 长久以来 当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说 这个国家的工业强不强啊 这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强不强啊 这个国家能不能实现大量的对外出口 赚得顺差呀 所以在过往的评价体系中 我们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拉垮 某种意义上讲 它就是个大号的沙特 它的重工业和军工产业还可以 它的轻工业和外贸出口业几乎可以算是零 俄罗斯长久以来就是靠出售能源 还是最初级的能源换得外汇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经济太低级了吧 然而这场战争让我们意识到了到底什么是硬通货 俄罗斯手中有的石油天然气加上粮食通通是硬通货 成平之时我们或许还考虑能不能对外大量出口赚得美元外汇 可是一旦像俄罗斯这样开启战争遭遇制裁之后 他手中这些硬通货就真正起到了作用 首先第一 由于有这样的硬通货 俄罗斯是不惧封锁的 美西方可以不把麦当劳 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乐卖给俄罗斯 可是对于俄罗斯老百姓而言 人家手里有足够的石油天然气粮食 我这个日子是过得下去的 没有必要非得吃肯德基麦当劳才活得下去吗 而反过来讲活不下去的恰恰是西方国家了 是俄罗斯常年出售大量优质而廉价的能源 使得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工业国家 可以发展自己的经济 而这一次双方杀红了眼之后 当然欧洲各国要在经济层面上和俄罗斯切割了 当然他们不想再买俄罗斯的能源了 可是你不买俄罗斯的能源 会造成整个欧洲电价账单的不断提升 会造成整个欧洲工业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因为连能源供给都不足 你让大工厂如何开工呢 可是反过来讲呢 对俄罗斯而言 我不把能源卖给你 无非是少赚一点钱而已 经济上有个2%的衰退 这种困难完全可以挺得过来 所以很显然 为什么我们总是把俄罗斯的经济 用堡垒来比喻呢 在堡垒之内生活 或许不像在阳光之下 拥有无尽的资源 可问题是当世界处于战争之时 你生活在堡垒之中 起码这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 生命安全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俄罗斯由于有着能源和粮食 再加上核武器防身 所以任何时候它都是一个堡垒 是一个外界从来无法攻破的堡垒 而另一方面呢 由于俄罗斯有能源和粮食 所以西方不买 不代表东方不买 这一次俄乌战争之后 更使得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形态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当年的向西看彻底变成向东看了 欧洲各国一方面人家有足够的钱 不买俄罗斯的能源 可以花高价格从美国买 另一方面 他们今天是被迫绑在了美国的战策之上 所以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不去买俄罗斯的能源 我们能够理解 可是对于很多东方国家 比如说印度和我国 我们发展经济大量的需要能源 俄罗斯愿意把他的能源 打个狠折卖给我们 甚至主动建设出气管线卖给我们 我们当然愿意接纳了 对俄罗斯来讲 市场还广阔的多呢 这个星球上有接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能够真正控制的 也就三五十个而已 剩下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人家还是保持中立的 人家还是愿意和俄罗斯做生意的 所以俄罗斯可以把能源大量的卖给这些国家 反过来讲呢 欧洲国家把耕耘了30年的俄罗斯市场放弃掉了 表面上看确实短时间内 俄罗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高科技产品进不到了 飞机零部件都进不到了 甚至传统的西方美食也吃不到了 可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 这些国家的产品通通都是有可替代物的 他们愿意把市场拱手让出 那么当然就会有别的国家的产品大量涌入 大家知道吗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 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差一点就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高位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 我国一直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很显然未来这个趋势会进一步加剧 未来我们每年会进口大量的俄罗斯石油 俄罗斯天然气和俄罗斯的粮食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把大量的中国商品输入到俄罗斯市场 要知道好歹俄罗斯也有超过1.4亿的人口 而且俄罗斯的人均GDP相对还不是很低 俄罗斯老百姓还是有相当的购买力的 这对于我国厂商而言 当然是个很好的发财机会了 所以西方的制裁固然在短时间内 使得俄罗斯经济元气大伤 然而从更长远的眼光看 俄罗斯在过去一整年已经挺过了这场制裁 俄罗斯经济在未来几年很有可能浴火重生 现在咱们看看 刚刚开战一个多月 美国和西方就祭出了超过1万项的经济制裁手段 接下来美国和西方又扣押了几千亿美元的俄罗斯海外资产 不管是国家的企业的还是个人的 再往后美国和西方手中的牌越来越少了 你的王牌都已经出完了 你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呢 尤其是对于欧洲各国而言 他们早就做好了规划说再也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也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好吗 你都不跟人家做生意了 那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制裁俄罗斯呢 在整个2022年美西方的牌已经打尽了 可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真正的能够使它伤筋动骨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经济自然可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尤其是我们经常讲啊 商人一千你会自损八百的 美西方无所不用其极的制裁俄罗斯 实际上早就出现了反噬效果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 他们的能源危机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也得不到彻底解决 他们要继续背负沉重的能源账单 以至于欧洲各国都开始觉醒了 越来越多国家的老百姓站出来 走上街头游行 要求停止对乌克兰援助 以防自己电价账单进一步上涨 而另一方面呢 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 今天也遭遇到了重大的麻烦 据美国相关媒体推测 未来会有超过200家美国中小银行 会不硅谷银行的后尘走到破产的边缘 这一切都是拜登政府两年以来 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某种意义上讲 也和制裁俄罗斯有关系 正是因为西方世界自己把自己的规矩摧毁了 为了制裁俄罗斯 他们甚至连中立都不要了 以往的经济规则都打破了 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抛弃美元 抛弃美债 大家觉得你今天用在俄罗斯身上的手段 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呢 所以我们更应当未雨绸缪 离美国经济远一点 所以美国今天的经济乱象 某种意义上讲 也正是他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起到了反噬的效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两天就说 面对美国银行业遭遇到的危机 俄罗斯颇有点庆幸 正是因为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经济脱钩 使得俄罗斯银行也可以在这股 美西方的银行业大败局中 安然度过 安枕无庸 所以啊 未来恐怕不只是俄罗斯的经济 可以安然度过美西方的经济制裁 真正要出问题的反而是美国的经济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